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才刚刚垮台当地就发生了暴动 而确实的地点是曾经在薄熙来一声令下 被迫跟隔壁的县合并的重庆万圣区 在那里有上万名的民众 他们不满合并之后福利缩水了 所以就上街示威 而且跟警方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至少有50个人受伤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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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高唱红歌表达对党与国家的支持 但下一刻这群重庆万圣区的抗议居民 可就笑不出来 武警列队挺进 喷洒辣椒水 投射催泪瓦斯 试图驱散示威人群 民众推翻警车回击 情势十分紧张 这场冲突得从去年十月说起 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不顾名义将万圣区并入零线 导致当地居民原本享有的退休保险 等福利被迫缩水百分之二十 从十号晚间起开始聚集示威 人数达上万人 期间至少造成50人受伤 相较万圣的抗议消息遭到当局封锁 官方媒体反倒不断播送 大陆各界对博案定调的支持 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党员干部 要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坚持以实事实委移举 以法律为遵损 但老百姓从中砍到了我们党 为负当即以法指挥的坚强决心 大肆宣扬稳定民心就怕这薄熙来垮台 也连带震撼即将到来的十八大政治布局 整体新闻综合报道 好的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新闻点评来宾 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张锦维 锦维兄您好 锦维兄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锦维兄 这个整个薄熙来事件 真的是比好莱坞的电影还更有戏剧张力 而且现在又进入了一个高潮 对于中共中央 他们的定调是薄熙来是严重的违反党纪 而他的太太古开来是严重的违反法律 而王立军的话 他的出走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 当然在台湾媒体是完完全全的自由开放 但是碰到这么样大的一个案子 这么样重大的一个新闻事件的话 我们中国时报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思考 什么样的一个布局来处理它 好 有关这个薄熙来事件 事实上已经翻腾了很久 这中间有几个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那最后的一个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薄熙来之前这个 几乎在一年前 有关这个唱红打黑引起中央的侧目 甚至包括这个薄熙来跟 现在他们这个大陆所谓这个明星级的 对外的关系都搞得不错的 另外一位是广东省的 汪洋 汪洋 两个人的较劲 其实台湾媒体就已经很多的这个报道 所以他们这个知名度是蛮高的 那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 后来就是说突然之间这个薄熙来出事了 但是当时情势还是有一点这个混沌不明 所以真正的一个比较 确信就是说好像比较一个脉络浮现 比较这个中共的这个党中央这个定调以后 大概就是在前天 所以台湾的报纸在这一次 之前虽然那个王立军那个时候 跑到这个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 那时候已经报道了很多 但是当时台湾很多的这个说法 我相信可能如果这个大陆的朋友们 他们要看有关这个薄熙来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 都一定都是上台湾的网站来看台湾的报纸 还更多的 所以这两天就是前天中共中央定调以后 我们这个po上网了以后 那个点阅率是不得了的 还另外华人 我想所有关心的人大家就往台湾这边来看 因为大陆很多就是一种说法 而且它的有关的一些因果跟转折都不太清楚的 那谈到这个我倒觉得说 简单我们把它归纳一下 我就有三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您刚才哲为说这个比电影还电影 这果然如此 因为最近以来在真实世界里面所发生的 让大家想起说真的是一个电影的题材 第一个当然是林书豪 那林书豪那个就是完全是属于这个立志导向的 他本身也是够梦幻够传奇 但你充满了一种温暖 充满了一种振奋人心的这种电影的故事 那另外一个真的可以拍成电影 甚至我觉得电影都都有点可惜了 因为电影你必须要浓缩在两个小时内 你可以拍成连续剧电视剧 那可能毫无疑问的薄熙来事件之风云变化 那个更大那个场景延伸的人物之众多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这里面有包括什么 有政治斗争 有谍报 有男女情色 还有这个命案暗杀 对不对 然后这个除了这些人物以外 场景从中国的中央到地方 然后从这个里面还有美国领事馆 还有英国人 所以你看这个情节是非常丰富的 景文兄那第二点 第二点是旧新闻论新闻 我想薄熙来的本身 他这个过去透过这个台湾新闻媒体报道 其实台湾民众对他也颇为熟悉 并不陌生 他有论他这个外表 主要是外表 外表风度 大家所谓的路板马英九 那他本身来讲的话 知名度既然够的话 然后宣腾已久的薄熙来事件 本身我们刚才前面讲第一点 他已经这么玄奇诡异 那到了前天 整个的事件 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也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说所谓他的妻子 涉及这个杀人 谋杀 已经被移送这个司法的调查侦办 那薄熙来本身 除了之前上一波的时候 他被拔掉这个重庆市委书记以外 他连他的政局委员 党职全部都拿掉了 只剩下这个党籍还在 就只剩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已了 所以这个新闻的本身 有一个新的突破 所以这个旧新闻来讲 在台湾这个社会里面 这个新闻一报道起来 大家一定很喜欢看 所以前天我们报纸坐在头提 然后转那个三版全版 昨天 也就是今天 今天的报纸来讲的话 我们一样在三版做全版 但当然就未必是上了那个头版 所以新闻本身就很好看 第三个 我想 这整个事件发展到现在 你说 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史然 那目前比较具体的浮现出来 基本脉络 一个是王立军事件 另外一个是海武德事件 王立军事件牵涉到 所谓这个叛逃 中共自己发下的文件里面说到说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 首度出现一个省部级的干部 跑到这个外国使馆里面 影响极坏 这个是有一点叛国罪的 很严重一个嫌疑 那海武德是一个英国人 突然生命的死亡 其实后来发现 中共目前初步的调查 这两者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先前我们讲到说 这个整个对薄熙来事件的一个处理 可能有牵涉到政治斗争 还有路线的问题 然后现在又加入杀人的问题 那杀人问题背后 到底是金钱的问题 还是因为有这个男女关系的问题 全部都搅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讲就是说 绝对不单单纯纯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现在来看说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政治的问题 一部分是形式的问题 那形式的问题刚好搭在这个政治的问题上 让政治的整个的这个处理 它的正当性跟证据性会更强 那政治的处理 因为这个形式来讲 也会变得更顺遂 所以这个目前来看的话 当然还有若干这个关键的细节 必须要理清 例如说到底谁干掉这个海伍德 例如说海伍德到底是什么原因被干掉 现在都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但是基本的脉络已经浮现出来 而讲到这个海伍德 事实上有一点点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身份 我们晓得他是这个哈罗公学出来的 那这个Harris School呢 如果说你能够在英国进这学校 你就非富即贵 而且呢他后来是在一个军情六处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CIA这样的一个单位的外围公司 做一个兼职的工作 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只是兼职的工作 或者是说他真的是这个英国的这个政府的间谍 我们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 他是去年11月死在这个重庆 那正在英国政府的角度的话 如果说你有一个外国国民在这个外国领土上死掉了 你一定会要跟中方进行交涉 可是我们之前都没有听到有关于交涉的事情 而是最近这个案子在北京有了大突破了以后 我们才听到英国人有这么多的声音 这该会不会是就是说英国人本身也有一些阴谋呢 所以我想这里面有这个 应该是有他其他的这个内情 还要调查 但是在中共这个体制之下 我们不知道说到时候调查出能够多少真相 以及即使有了真相 他又会公布多少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讲 海武德等于是跟博家的来往 是很早的 1990年代 博旭来当这个大连市长的时候他们就在这 所以他们关系是很密切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时最早的时候他过世的时候 说是发布出来说是心脏病 然后说什么喝酒过量 现在又讲就是说 他根本就是滴酒不沾嘛 然后说他心脏病 这个人才40出头 但是并不是说40出头就不会 不会有这个心肌梗塞 但是都是有为常理 对 而且特别是刚刚哲伟有问到一个 也是我们现在觉得很好奇的 就是说以英国来讲 现在虽然是一个没落的老大帝国 对不对 但是以他们这么一号的 这样的一个出身背景的人 死在中国 他们那个反应似乎低调了一点 也就是说因为过去来讲的话 这个一定是 可能起码要抗议或什么等等 他们就吵吵了就把他结案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想现在有很多的报道 就是说几个大概我们归纳一下 一个是往男女感情 说什么他跟谷开来 是 有染 所以被这个薄熙来知道以后 就下令就把他杀了 另外有一个比较 比较共通的说法 就是说他等于是替博家来处理 很多 不堪文问的事情 或者是 特别是金钱的 海外的 因为这一次里面 引申出来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说 原来博家 似乎目前掌握的证据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贪腐上面 蓄积了很多的钱财 特别是中共的官媒 党报 人民日报 他都有提 昨天都有出现文章 专闻在讲到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高干 高官 把这个钱移到 他没有点名是薄熙来 但他提到说很多在海外 或者洗钱 或者什么等等 所以有一种说法 也就是比较多的说法 就是说 他是不是跟博家在处理 这方面的白手套 或者是洗钱的关系 那也有人说 他因为知道太多秘密 然后他为了自保 或者本身 那也有人说 他是威胁那个博家 要求更多的好处 就被干掉 反正这个都跟电影情节很像 总之归纳起来 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目前可以 唯一可以确定 这海武德的这个死因 应该是他杀的 不像当初所讲的 然后再来这个原因 绝对是不单纯的 一挖起来 可能更多的 不堪文问的事情都出来了 而讲到这个不堪文问的话 事实上这个薄熙来呢 就是我们可以 现在可以说 就是假唱红真夺权 然后假打黑真整肃 然后现在呢 过去很多不堪文问的 都是现在被挖出来 就像这个景文兄您刚讲的 其中还有的呢 就是包括了这个 除了这古开来 可能跟这个黑武有染以外 还有的就是这个剧文 薄熙来还有超过上百名的情妇 如果说是在一个 其他地方的狗仔文化的话 那现在狗仔第一个想要知道的 就是光碟在哪里 对 所以如果按照理论上来讲 其实虽然这个狗仔文化 在东方来讲的话 这个新圣地 最蓬勃的是在香港 港媒 那台湾就是说 他们这个移植过来 也是颇为盛行 但是以大陆来讲的话 以我的了解 大陆虽然在政治上的这个报道 是受到这个管控的 受到限制 但是他们在很多影剧新闻 或者什么等等这上面 其实已经大陆人的本身的 尤其这个网路上 他的八卦程度 绝对不亚于那个港台两地的 但是这个因为牵涉到政治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好奇说 到底有没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光点 特别是今天在我们中国时报 昨天也引用了 对 引用了就是说 这个香港的媒体 有一个叫外参月刊 他是活灵活现的讲到就是说 这个薄熙来 从这个早年开始 从大连 大连开始 一直慢慢 然后商务部长什么等等 都有不同时期 都有不同的人 替他在安排这些美女 这里面有这个名媛贵妇 学生 还有主播 有的名字都还把它写出来了 那这里面就提到说 王立军就是 那段时间他左右贴身的 那除了替他这个打黑之外 那王立军也替他这个 因为他很清楚 他这个 所以说港媒就报道说 王立军为了自保 他要留一个 就是说 好吧 组织有一天 万一要对我怎么样 我要挟他 来自保 说他也偷拍了很多 这个淫乱的光点 但是就像你讲的光点 到底在哪里 我们并不清楚 那昨天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就新闻的处理来讲 我就面临一个考量 本来那一版的那个分合编辑 主编他来问我 总编辑我们这个是不是坐在 我看所有人里面 因为其他都是比较政治性的 对 他说是不是把这个当成头 我大概思考了十秒钟左右 我觉得不妥 因为这个事情 固然有他八卦 情色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 民众还是想要知道 这整个事情的 这个整个调性 所以我的头题变成是 下令扫荡这个博案 是胡锦涛亲自督办定案的 两份文件 是 但这个有关王立军自保偷拍这个 薄熙来的这个议论观点实在太好看了 我就把它做成二题 是 那里面我还特别把它删掉一段 因为他 那个港媒里面提到 他说网路上也有很多 这个号氏的这个网民 镜像上来编剧 其中他都有一段就是说 他本来稿子上都有 就是把它编造出来 说因为薄熙来跟这个海伍德 他本身还有这个断贝山的交情 所以被谷开来这个下令杀掉 那我想这个越扯越远了 所以那个我整段就把它删掉 但是不好意思 我在那边又讲出来 讲出来的意思就是说 今后大家看着吧 你在网路上不论是真是假的 这一部分可能还会有很多 真真假假的消息出来 对而且这也再次 这个跟各位观众强调的 就是说网路当然是一个搜寻讯息 很重要的来源 但是更重要的是有 专业的媒体的编辑人员 为我们筛选 然后把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还有议题的层次 叠叠层层的弄清楚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议题 有更清楚的了解